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三日 现在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美国大选相关的最新情况 一起来看到来自福克斯的独家报道 根据福克斯新闻独家获悉 吉姆拜登和亨特拜登与现在已经破产的中国能源华信公司 核资企业国内关键联系人名单中 包括前副总统乔拜登的现任竞选搭档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 也就是我们说的贺锦丽等著名民主党人 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他们独家获得了一封主题为第一阶段国内联系人和项目 日期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的邮件 拜登的弟弟吉姆拜登分享了一份第一阶段目标项目国内主要联系人名单 这封邮件与据称属于前副总统儿子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是硬盘无关 这份名单包括加州民主党人哈里斯 也就是我们说的贺锦丽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 参议员戴安泛恩斯坦 参议员吉利布兰德纽约州长安德鲁库默 纽约市市长白斯豪前弗吉尼亚州州长麦考利夫等人 目前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就民主党人与目标项目联系过 这封邮件是由吉姆发给亨特拜登等人的 其中的一位收件人是伯布林斯基 他是拜登家族招募的机构投资者 负责经营他们现在已经破产的华线能源的合资企业 伯布林斯基是美国海军前中尉 曾经担任首席执行官 他说这样的控股是叶简明与拜登家族合作关系的主要公司 他声称我是被拜登带进公司担任CEO的 伯布林斯基在给福斯新闻的声明中表示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广受关注的邮件中所提到的大人物 其实是乔拜登 该邮件中提到的另外一个JB 则是乔的弟弟吉姆拜登 伯布林斯基指的是福克斯新闻上周获得的一封日期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的电子邮件 其中包括与一家中国能源公司的商业交易中 关于六人薪酬待遇的讨论 这封邮件似乎将拜登确定为主席副主席 取决于与中国能源公司的协议 该邮件还包括一个说明 说亨特有一些相关期望 其中涉及到股权交割的细节 拜登竞选团队表示 已经公布了这位副总统税务文件和申报表 这些文件没有反映出与中国投资有任何牵连 竞选活动在周四上午拒绝向福克斯新闻发表评论 博布林斯基在给福克斯新闻的声明中说 亨特拜登经常称他的肤浅为大人物 或者是我的主席 并经常提到在讨论的各种潜在交易要求中 他签字或者是提供建议的有关交易 我看到副总统拜登说他从来就没有和亨特谈过生意 博布林斯基表示 我亲眼看到这不是真的 因为这不仅仅是亨特的生意 他们说他们是把拜登家族的名字和遗产放在第一位的 他还表示 我意识到中国人并没有真正关注健康的财务投资回报率 他们把这看作是政治或者是影响力投资 博布林斯基说 一旦我意识到亨特想把他的公司来当做他的个人圈地 只要从中国人那里把钱拿出来 我就采取措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他说他要求拜登家族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 概述事实 以澄清相关事实 而博布林斯基说他并没有政治上的诉求 我只是看到了拜登幕后的情况 我对我看到的东西感到担忧 拜登家族利用拜登的名字从外国实体那里获取了数百万美元 尽管有很多是来自共产党控制的中国 而相反来自时代周刊的另外一份报道 则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 根据时代周刊所披露的独家报道 据称属于亨特拜登的路股照片和电子邮件 早在去年就在乌克兰流传 同时鲁迪朱利安尼在那里寻找拜登的污点 期间接触过这些材料的人士独家向时代周刊透露信息 根据这些邮件还有此前并没被报道过的信息 在朱利安尼最近声称踏从一台被遗弃在特拉华州的破损笔记本电脑中 获得了亨特拜登的私人照片和电子邮件后 这些邮件得以曝光 朱利安尼是总统的私人律师 他说将这些材料传递给了新闻机构 这些机构从上周开始发布这些材料 而朱利安尼没有回应就其获得材料来源发布评论的请求 在过去一年里出售或者是泄露私人通信的做法在乌克兰变得非常普遍 政府已经宣布计划通过一项法律来打击这种行为 而乌克兰总统的前顾问 现在研究虚假信息的诺维科夫 最近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 将这种做法称为乌克兰从上到下的国民运动 两位知情人士表示 他们去年曾经接触过拜登的电子邮件 他们不知道其中是否是真实的 他们也拒绝确认谁是这些提议的幕后推手 其中第一封是在二零一九年五月底 第二封是在二零一九年九月中旬 两人表示他们无法确认向他们提交的材料 是否与美国最近公布的材料相同 上周纽约邮报开始公布他们从朱利安尼那里获得的材料 而公布邮件的来源和真实性 自此被热议 亨特拜登和父亲的竞选团队拒绝对泄密事件进行评论 也拒绝谈及所公布的邮件是否真实 有知情人士说亨特拜登一直无法弄清这些材料来自哪里 过去一周川普利用朱利安尼的泄密来助长他对拜登家族腐败的指控 总统呼吁司法部长巴尔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其中的材料 而围绕朱利安尼帮助川普竞选连任的一个谜团 是他泄露给纽约邮报照片和电邮的原始来源 目前还没有其他新闻机构能够独立核实泄露的内容 拜登竞选团队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和社交媒体平台都警告说 泄露的文件可能包括伪造的内容 目的是在竞选的最后几周混淆或者是误导选民 两人表示他们去年曾经接触过亨特拜登的照片和电子邮件 而这两位知情人士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 描述了在二零一九年九月中旬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次邀请 他们说这个人拒绝提议 直到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一份看起来很熟悉的材料 才详细回忆起 此人表示提供这份材料的人对他有一个买家 他们说想把这些材料卖给川普总统的共和党盟友 并且表示要价是五百万美元 他自称我放弃了这笔交易 因为整个交易看起来非常可疑 十月十四日纽约邮报在其关于亨特拜登的报道中 在标题中发表了他所描述的一封二零一五年四月 亨特拜登与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里斯玛的一位顾问之间的邮件 亨特拜登在其父亲担任副总统期间 在公司董事会中有一个利润丰厚的席位 这封邮件的真实性无法得到独立证实 似乎暗示这一位顾问在亨特拜登的介绍下 曾经与乔拜登会面并且相处了一段时间 而去年在欧洲旅行时 朱利安尼会见了多位乌克兰政客商人和前执法官员 他后来将这些人称为告密者 这也是拜登家族在乌克兰涉嫌腐败的证人 这些消息来源通过朱利安尼提出的指控 没有经得起公众检验 也没有出现在乔拜登在乌克兰有不法行为的证据 当时代周刊向乌克兰总统前顾问 询问所谓提供获取亨特拜登电子邮件的情况时 他表示在乌克兰有人推销这种材料并不新鲜 自从乌克兰卷入美国国内政治 特别是川普总统进行弹劾材料期间 妥协材料交易在乌克兰陷入了高潮 各种政治特工纷纷响应朱利安尼的号召 寻找拜登一家的污点 这就造成了他所说的虚假信息的催化剂 这一位人士补充表示任何从这种交易中出现的文件都应该分长谨慎对待 因为他们非常难以核实 但是非常容易造假 而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在十月十五日发表的报道 自从纽约邮报开始发表据称是亨特拜登的电子邮件和照片以来 联邦调查人员一直试图确定这些电子邮件来自哪里 以及他们是否与外国影响美国选举努力有关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商业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彭博的报道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悄悄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川普政府制裁之前储备关键无线芯片 以确保可以继续在中国运营一千七百亿美元的无G技术 推广继续供应 直到二零二一年 这些人士表示 合作伙伴台湾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在二零一九年底开始加紧产出华为的七纳米芯片 这是基站中最关键的元素 其中知情人士表示 在上个月制裁截止之前 这一家台湾合同制造商 在华为的要求下最终出货超过两百万台 要求不透露身份讨论内部事务 人士表示订单的规模一度让台积电高管怀疑他们是否低估了全球需求 而华为在确保基本供应方面的突破 凸显了美国自二零一八年以来针对他们的运动 似乎有成有败 白宫以国家安全为由 先是试图限制向华为出售美国软件和电路 最后才对包括台积电在内的供应商颁布全面限制措施 有关人士表示 正是最后的一击 也就是禁止销售现成的商业化半导体 最终让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崩盘 迫使其缩减设备生产 华为和台积电代表现在拒绝评论 事实证明 由秘密部门内部设计的芯片对于保持业务的活力至关重要 华为在华盛顿关闭这一漏洞之前的几个月里曾经依赖台积电 现在可以继续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供货 中国政府认为三家运营商正在积极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网络 对推动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至关重要 而现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拒绝发表制评 方面表示公司将传达遏止华为的任何影响 但是拒绝去有关芯片供应方面发表评论 而联通的代表也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据知情人士透露 华为告诉中国无线运营商 尽管美国实施制裁 但是元器件库存仍然能够支持二零二一年以及以后的基金建设 至少从去年年底开始 公司已经开始出货没有美国组建的5G基站 目前还不知道这一些库存可以持续多久 伦志董事长上个月表示 公司的通信设备有足够的库存 但是也正在为智能手机部门寻求新的供应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美国经济的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在第四周内第三次下降 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仍在逐步恢复 同时与大流行病前的情况仍然相趋甚远 上周各州进展广泛 加州在暂停后恢复了报告数据 所提供的数据改善了整体就业情况 根据劳工部在今天发布的数据 截止十月十七日的一周内 常规州项目的初请失业金人数下降至七十八点七万 在没有对季节性波动进行调整的情况下 申请人数减少了大概七点三万人 持续的申请者也就是正在领取国家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数总人数 在截止十月十日的一周内减少了一百零二万人 达到八百三十七万人 尽管领取延长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数量有所增加 这反映了用满常规国家福利的人 而根据彭博社调查的估计中值经济学家预计初始周申请人数十八十七万 而继续申请人数是九百六十三万 专家表示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初请人数的下降趋势 同时由于就业流失增加 初请人数将继续保持高位 就是人们离开工作岗位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批人获得工作 因而看到了某种平衡 而周四的另外一份报告也带来了关于美国经济的利好消息 九月份美国以前拥有房屋销售增长 超过预计达到十四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是衡量美国消费者信息的指标 在总统大选前跌至了七周的低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